你的目标有哪些内容需要被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安排我们的进程 那假设我是一个国小学生 那国小学生到 接下来是国中 再来是高中 再来是大学 再来是进入职场 那在你要完成你的目标 进入职场要成为一个电动游戏设计师 你中间还会有经过国中高中大学 然后这个是以阶段 以阶段来分对不对 那我们也会有分上学时间 假日时间对不对 寒暑假时间 或者晚上假日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分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达到我们的目标 因为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 那固定的时间你要完成 你的目标已经确认在那边 那我的起点在这个地方 那这中间要完成这么多的事情 那我是不是该做一个规划 然后分阶段去完成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步骤呢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自主的规划 那自主的规划呢 我通常就会这样子处理 比如说刚刚那个会写脚本的这一项 不是内容有这三个吗 有这三个对不对 那我就用我的阶段别 阶段或者是时间别我来区分 那我在国中小是可以做到什么的 那我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又可以做到什么 那我在平常就是非上学时间我可以做到什么 我就用这个来切 当我用这个来切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三个需要的能力 想办法怎么分配进来这里 比如说 说我如果要训练说故事能力 对不对 那我在国小有哪些 是可以训练说故事能力的 我国小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培养这三个能力 比如说 好那个作文课嘛 对不对 所以我作文课啊 还有那个说话课啊 都可以训练啊 那甚至我去亲近我的语文老师 我就让他特别喜欢我 这样我就可以找他一天到晚问东问西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我去担任社团的干部 参与相关的社团 因为这些任务可以让我去练习 领导能力 练习说话的能力 说故事说 说服别人的能力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安排在 那我国小可以做的部分 这些就可以安排进来 那同样的道理 那我高中大学可以做什么 我可不可以多去看一些小说电影 对不对 因为我们很喜欢看小说电影 那小说电影为什么那么迷人 一定有他的迷人之处 所以当我心智比较成熟一点之后 我的后色认知比较强一点之后 我就去看看这些东西 然后抓出那个令人 令人家为什么那么喜欢的一些内容 去进行分析 所以我每看一个电影 就带有有色的眼睛去看那个电影 我不是讲后色认知的那个眼睛 我就带一个框框 去看那个影片 然后去找出 为什么这部电影这么让人家百看不厌 这么多人喜欢看 就去做一些分析 这是高中大学可以做的 然后可以学一些相关的理论 学行销学等等等 那我平常呢 不是上学阶段我可以做什么 你看跟你这个目标有关系的 写故事、写剧本、游戏文件 那我可不可以去写写部落格 现在很多那个国小、国中学生 他打电动 他会开YouTube、会录影 然后丢到YouTube 然后一边打一边讲 那你就可以去练习打一些教学文件 或者影音平台创作 然后看很多的童话故事书 鼓励阅读 这些东西都会跟你训练这三个能力有关 所以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 把每一个该会的能力 每一个该会的能力 然后就用国中可以做什么 国小可以做什么 高中可以做什么 大学可以做什么 然后平常可以做什么 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把它再做一个细部的规划 这个部分就已经进到规划了 那请麻烦老师 就你刚刚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能力的部分 你简单的做一下规划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跟 就是如果是学生的话 他可以跟老师讨论 跟老师讨论 那各位都已经是老师了 所以应该自己会很清楚 那这些能力可以藉由哪些东西去养成 请各位老师稍微写一下 稍微写一下 那拿一两个练习就好了 写好的老师请你输入5 各位老师一定要做哦 因为新制图这个东西 你光听没有用 你要动手做 任何的学习 透过动手做的话 那个效果会加倍很多 所以请你自己要动手做 你要去思考这件事 这些能力 我在国中小可以做什么 那我在 我在那个 这些能力在国中小可以做什么 那规划的方式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只是因为我这个是做人生的设计规划 那所以我就就用那个阶段或者时间 来做我的规划的这个分类的标准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 不是这个目标 不是这个东西 那分类的标准可能会不一样